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步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李高楼咧嘴一笑 是吗 我倒很想试试啊 下一刻李高楼朝着对面的黑袍人冲了过去 他的速度很快 他完全爆发出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之所以如此 因为他很清楚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时刻 如果现在不拼命 那一切都将结束了 激发出全部力量的李高楼 似乎让周围的空气都在跟着燃烧 尤其两枚龙符 加上所有冥王钥匙的力量 让他的身体朝着一种巅峰的状态越近着 事实上这种状态下的蜕变 往往是最为迅速的 不过眼看着李高楼 就要冲到黑袍人面前 之前那个好像日缅一样的东西 突然之间开始旋转 最终散发出了淡淡的金光 那光线虽然不是很强 但是因为李高楼距离比较近的关系 所以他感觉相当的刺眼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小李同学也是让自己的身体停了下来 然后他把他所有的目光 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圆盘上 黑袍人完全没有在意李高楼的战意 他还是平静的就站在那 天地万物自有定数 这是华夏文化的初识 你知不知道眼前这个东西叫什么呀 李高楼就是一愣啊 他没想到会从永生会的首领口中 听到这种华夏文化独有的概念 看出来李高楼的不解 黑袍人一点都不着急 他平静的解释着 这个东西叫气运盘 也是决定了整个地球的气运 气运盘这仨字 李高楼一定是第一次听见 过去的时候从来没听说过 有这么古怪的东西存在 但是凭借着自身的一种感知 尤其是之前在天坑底部 从波兰文明那个老者口中知晓的一些密文 李高楼的确能感觉到 自身气运跟眼前这个大石盘之间 隐约的有种联系 然而是否真的如同眼前黑袍人所说 跟整个地球的气运相关 这却是李高楼暂时不得而知的 初天星斗 紫薇为尊 只有紫薇性命格 才可以在气运盘上留下痕迹 决定整个地球的命力 所以 陡然间黑袍人抬高了音量 基本上随着他这句话说完 下一刻就在李高楼眼前气运盘突然亮起了三块区域 这三块区域占据了整个气运盘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 整个气运盘可以分为九个部分 意识到这一点 李高楼突然之间感觉到自己跟这三个区域之间 显然真的如同那黑袍人所说 只有紫薇命格才可以在石盘上留下印记 所以自己此刻 共拥有三分紫薇性命格的事情 已经在石盘上暴露了出来 此刻的小李同学 共拥有三分紫薇命格 在天坑之中 他最终得到了第三分紫薇命格 这也是山河图之中早就隐藏的秘密 共有三分紫薇命格 我说了 可惜你只有三分紫薇命格 四五之数尚有一丝可能 但是三六之数 一切都已经注定了 黑袍人的话刚说完 李高楼立刻感觉到他身上 弥漫出来的那种强大气势 那是一种很古怪的感觉 尤其是立刻意识到 这种气势跟自己与石盘之间的共鸣 是相同的 跟着石盘上剩下六分区域 全部亮了起来 这一刻李高楼被吓住了 他从来没想到 会有人身上聚集了六分紫薇命格 没错 眼前的黑袍人 永生会的首领 他早已经做到这件事了 之前白鹤道长已经演算过天机之数 想要摧毁永生会 必须拥有四分紫薇命格 那个时候李高楼还不太明白 现在他可理解了 也就是之前黑袍人说的 四五之数跟三六之数的区别 自己如果拥有了四分紫薇命格 那么一切还有可能 虽然说只有那么一丝可能 但那也是真实存在的可能性 至于三六之数则完全不同 现在看来 从一开始 很多东西就已经注定 谁能够想到 黑袍人的首领 早就已经占据了六分的紫薇性命格 自己从一开始就看不到什么希望 所以 这是种族之间的战争 你想要进去 就必须在气运盘上战胜 但是 没那种可能 黑袍人说到这儿的时候 似乎发出了某种笑声 这种笑没办法形容 让人感觉不寒而栗 李高楼咬着牙 看着气运盘上非常大的悬殊比较 他明白了自己 接下来将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可是真的要放弃的话 他不甘心 于是停顿了片刻 李高楼靠着自己强大的精神力 他的气势陡然间变得强盛 与此同时 就在面前的气运盘上 可以清楚的看到属于他的部分 也开始躁动起来 似乎是想要吞噬掉周围的气运 而马上 黑袍人往前迈了一步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气运盘的两股气息 发生了巨大的碰撞 没什么可以去猜测的 完全是一种碾压的姿态 李高楼整个人双腿 都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 差点一口血喷出去倒下 果然三六支数实在悬殊太大了 就算自己拼尽了所有力气 没办法与之抗衡 而这种对峙 则继续僵持了大概几秒钟 随着李高楼完全没办法 继续支撑而结束了 李高楼倒了下去 鲜血洒在空中 整个人显然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与之相比 对面的黑袍人 还是继续冷静的站在那儿 这一切他早已经预料到了 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可以说真正部署了这一切的人 就是他 现在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 李高楼这个唯一的变数 却是差了最为关键的一份紫微命格 所以他没什么好担心的 下边啊 实际上所有人都在关注着这边的情况 王爷跟李青庚他们全部都停了下来 盯着李高楼 大家都知道 这个时候李高楼就是最后的希望 如果他倒下去 那么一切就结束了 然而同时 大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此刻的李高楼究竟在承受着 怎样的痛苦和压力 他似乎身体要崩溃了似的 但他却依旧咬牙坚持 没人会比李高楼更加清楚 如果他现在倒下去 那一切真的就即将结束了 一直在通过蜘蛛腕公司的监控画面 盯着这儿的何高安 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一拳砸在旁边的控制台上 站起来呀 站起来呀 咬着牙 他的声音之中满是焦急 然而他的声音李高楼是听不到的 差不多继续盯着这画面啊 能有个十几秒的功夫 何高安抬起头来 通知蜘蛛腕公司 将这里的画面向全球转播 让所有人都看到这里的情况 联系所有的国家 这是他之前已经做好的决定 现在还是发了出去 没错 在何高安看来 现在一切都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如果说李高楼在这儿丢了性命 那毫无疑问 暗黑者将会重新降临在地球上 到了那个时候 一切都将结束 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在这很可能是地球最后的时刻 他应该或者有义务 让所有人看一看 看一看李高楼的模样 同样也看一看 这大概属于人类最后一场战争 究竟有多么惨烈 感谢观看